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还是在啥? 不知道大家平常是要不要去超市 或是Costco买那种一大包人备好的蒜头 我们家的呢,因为很方便 不用自己在那备半包 买的时候拿几粒出来就可以了 不过因为买回来的冰在冰箱里面 冰箱里面有水气 所以常常都用不太久的水溝 不就是要常常拿出来擦 所以我们朋友就教我一个方法 来保存这些蒜头 我现在就来报告大家知道 娃娃TV 第一步,我们蒜头开放后要先洗洗 因为你不知道有清洗吗? 所以洗洗也比方便更放心 刷完蒜头洗好后要先用汤汤 我是会先用脱水机来把鸡出来 水泡出来,然后再放汤汤 没有脱水机也没关系 放在外面,自然汤汤也可以 只是要比较久就是了 不就是要等那久 也可以直接拿刀来洗洗 我这个人就比较厉害 没有想要一个一个汤 所以我就先脱水在这里放汤汤 好,蒜头都打了 我们可以拿刷刀或是菜刀来把蒜头的头处理掉 我是用刷刀啦,比较安全 头处理掉之后 可以放在这个刷蒜头的机器里面 刷好嘴 没有刷蒜头的机器也没关系 你可以用骨折鸡来刷 或是用菜刀来做好嘴也可以 刷好后,我就拿一个刷刀来刷底起来 都刷好铺背后 我就拿一个刷刀来刷完整刀 然后拿起来,冷洞口把它弄起来 我会把刷刀来刷完整刀 是因为这样刷起来之后 它会变成一刀一刀 这样要用的时候 拿一两刀出来抵冰就可以了 不然你也可以在这里 在小刀拿去刷刀 要用之前先刷刷出来 放在冰箱里面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刀没有那么多小刀 所以我就用大刀和分刀 这一刀最不需要冰箱 冰好后,可以拿一刀或两刀出来放冰箱 要煮菜要烤香的时候 可以捞一刀在冰箱里面 用料料吃去冷洞口开心 我是觉得很方便啦 要煮菜之前不用在那里放半包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这放冰箱一两个星期都不败不成功 而且蒜头的味道也都不走进去 跟原本的味道相同 实在很厉害 好,一想就是这次的分享 不知道大家有嘉义这个方法 如果有嘉义的话 请不吝点赞和分享出去 要不要电话的观众朋友 也不要激发一下电话 可以发布一下心灵灯 这样的收藏心灵阿平同地哦 另外,也不要再厉害 完这都已经开始了 欢迎大家加力来给我激一激一激一激哦 另外,Lisa也有Facebook和Instagram 也欢迎大家跟我follow一起激一激啊 赞的哦 好,我们下一个节目 再会 拜拜 拜拜